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我这原价的姐姐 决定明天要回南京了 多带两条不行吗 已经带了好几天了 主要工作确实吗 但是呢下回有几回一定再回来 那你想想 甲驴板的奶奶套 还有什么想吃没吃上的东西吗 今天满足你 想吃的都吃到了 已经胖了好几天了 那你想想有什么喜欢吃 可以带回南京 带点剪明 那个手工剪明特别好吃 最近甜甜吃 主要是南京买不到 行我俩拍照 还有你上班我给你剪那个桃 你不好吃吗 那个桃也很好吃 可以可以 今天主打一个满足 桃已经准备好了出发 我们已经到桃园了 这边是一个半山腰 这边一共种了三十多亩的 底下也是 上面也是 看这桃子 先摘一个 来木木 你先馋馋 还有不要吃桃子 对上次摘着这个桃子 你不是说特别甜吗 这个桃子名字特别好听 叫蜜罐 跟蜜罐一样 来 好不好吃啊 好吃就行 这样 这样上手 好嘞 这个桃子从树上到你嘴里也就 一分钟不到 哇 好棒 手起桃落 一会儿 这个露出来半截子 红了 露出来就晒红了 嗯 这一块也满了 哇 厉害 姐 喜欢吃多这一点 别给我客气啊 好的 上面有大的 看看 那这就举高一点 来 来 一歇 哎呀 看来 拿着 好大一个 头山也差不多了 咱们现在去煎饼房买煎饼去 走 到地方了 煎饼第一村 姐 带肚子煎饼肯定买鲜烙的 我进去上给你烙二十斤是吗 二十斤太多了 十斤就够了 够吃吧 够了 十斤已经够吃了 拿十斤了 行 那进去看看就到 好的 这是那大石墨 姐还记得吧 小时候家里是绿辣的 现在都电动的了 哇 对 看原材料 玉米花针 环豆 高粘 还有小麦 五股杂粮 加点水 哈哈哈哈 哇 大不大 这边怎么会 这边有个洞 你尝尝 你尝尝下面 现烙的 现烙的还是脆的 好不好吃 好吃吗 现在脆的 一饭它就变成软的 有嚼劲啊 嗯 他还想吃了什么 我只是觉得 他很少这么主动的吃什么 是不是啊 香的很啊 嗯 刚烙好的是想了 吃完再拿 这里面烙煎饼的大姨 哥哥都不简单 都是十里八项 挑转的高中 所以烙的很包 你看到吗 对 稍微等个十斤煎饼 就给你烙出来了 很包啊 弄好了 一共十六包 够吧 够了 肯定够了 你们想着你要带赌的 所以这种呢 比那种大包装的 你到时候吃不方便一点 对吃不完 全放在冰箱冷冻里面 对 然后吃之前拿出来 话动就可以 不要加热 这个你应该知道 对 吃完跟我们讲 这个一期 好 对 你够吃一段时间了 桃也摘完了 摘别人拿完了 我爸妈给你打电话过来 和哥家正做 你喜欢吃人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菜 回家看看就走 好的 好了